越来越多人从事非全职工作 形成一种新兴的经济和工作形态 称之为领工经济Geek Economy 而今也越来越多公司日益依赖非全职人员 来完成公司的业务 减少雇员的福利开销 因此在面对退休和储蓄规划的课题上 这些领工经济的群体 比一般人更需要具备理财素养 随着零工经济与自由工作者在国内兴起 甚至形成一种趋势 理财专家提醒新世代做好退休和储蓄规划 包括善用雇员工基金局 Ringit Plus创办人兼执行长廖伟汉说 退休和储蓄都是一种理财概念 工基金的机制无疑可帮助会员增加存款 因此若选择当自由业者 也需要考虑储蓄这一环 他强调理财的重要性 消费人不能只依赖政府的政策 反之应该提升理财素养 从而缓和日常负担 改变消费态度也是理财的方法之一 从日常消费里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服务 不管是长期或短期而言 都是一种省钱之道 马新社新闻台张旗旭采访报道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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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